二战时期各国死亡人数排名 你绝对不敢相信 我国竟然牺牲了如此多的梁山好汉 首先排名垫底的是美国 死亡人数41.85万人 由于二战时期的战场并未发生在美国本土 所以除了日本袭击珍珠宝之外 美国几乎没有平民伤亡 死亡的基本上都是参战的军人 而且美国参战时间较晚 在二战爆发的初期 美国一直都奉行着中立政策 凭借着向各国出售物资 赚了不少的战争资产 也因此导致美国以最小的损失获得了最大的影响 一跃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 第十二名英国 死亡人数45万人 二战期间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实力非常强大 就连当时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国都输给了他 但其海军却十分的雷若 而英国盘踞海外 又有着实力强大的皇家海军 所以德国并未能够攻陷英国本土 这也使得英国平民伤亡极小 但其本土遭遇的轰炸和殖民地的损失 也让英国元气大伤 由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变成了二流强谷 第十一名意大利 死亡人数45.9万人 虽然说意大利和德国发动了二战 但说实话意大利人打仗是真的不行 曾经派出了15万军队进攻北非 结果被三万英军打得全军覆没 不过好在意大利擅长投降 死亡人数并不多 就连德国的名将罗梅尔都曾说 如果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 德国至少需要派出50个士来保护他 而盟军能击败德国 意大利无疑也是立了大功 第十名法国 死亡人数56.2万人 二战期间法国的陆军号称欧洲第一陆军 其装备的精良程度甚至比德国还要强 但由于在一战期间 法国的经济和人口遭受到了重创 导致法国人非常的厌战以及巨战 在德国入侵法国之时 法国仅仅只抵抗了42天 当马其诺防线被突破之后 法国更是直接投降 曾经一度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不过对法国人来说 这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第九名匈牙利 死亡人数58万人 作为一战时的战败国 匈牙利被协约国逼迫签署了耻辱的特里亚农条约 不但丧失了72%的国土 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 匈牙利一直对于协约国十分痛恨 于是就跟着德国发动了二战 可这次匈牙利依旧是没能拿回自己的国土 第八名罗马尼亚 死亡人数83.3万人 罗马尼亚虽然是一战时期的战胜国 但由于其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诉求无人理会 导致罗马尼亚对协约国非常失望 而在二战开始之后 苏联又入侵了罗马尼亚 导致罗马尼亚直接投奔了德国 不仅给德国提供石油资源 还随着德国进攻苏联 可最后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七名南斯拉夫 死亡人数102.7万人 南斯拉夫自从通过政变推翻清德的政府之后 就遭遇到了希特勒的疯狂报复 虽然动员了将近120万人 但依旧是惨败给了德军 无数人民及士兵因此牺牲 第六名印度 死亡人数158.7万人 事实上印度在二战时期还不算是一个国家 只能说它是英国的其中一个殖民地 在日本疯狂南下拿下缅甸之后 对印度的平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 158.7万人中就有100多万的平民死亡 但印度在二战期间提供了230万军队跟随英国作战 也对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五名日本 死亡人数262.1万人 日本是二战期间比德国还要丧心病狂的国家 不仅策划了918事变 后来为了全面进攻我国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曾经猖狂地喊道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国 与此同时它还与亚洲多个国家同时开战 仅仅我国消灭的日军就有100多万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又消灭了100多万日军 比起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 日本简直是太少了 不过好在美国当时又给日本投了两个大宝贝 送走了将近30万的平民 在这里大家可以偷偷地点个赞 第四名波兰 死亡人数500万人 波兰不但地处德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而且与这两个国家都有深仇大恨 在二战的前夕甚至遭到了苏德两国的同时入侵 苏德两国在波兰境内大肆屠杀平民 仅犹太人就死了300万多 总死亡人口更是超过了500万 简直十分恐怖 第三名德国 死亡人数750.3万人 作为一战时期的战败国 德国在二战开始前其实一直都心有不甘 尤其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更加的疯狂 爆发出了超强的战斗力 数十个国家都被德国击败 但其盲目自大也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单单士兵就死亡了500多万 平民死亡高达200多万 第二名中国 死亡人数1800万人 整个二战仅仅持续了4年的时间 但我国和日本的战争却足足打了14年 我国对于二战胜利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很大的 但从伤亡情况来看 我们也是二战期间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无数的平民丧失了生命 无数的诚实因战争被毁 但这段历史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 第一名苏联 死亡人数2700万人 虽然苏德两国在二战前夕签署了互部侵犯条约 但一个欧洲只能有一个老大 两个强国之间必定会有一场战争 在整个二战期间 苏联的士兵死亡人数高达1060万 而单单是平民就死亡了1740万人 虽然苏联最终成了战胜国 但自己的伤亡简直太过于惨重 以上就是二战各国死亡人数排名 这里是如果雄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